吃早餐还可以做爱心 竹东高中附近有一家知名早餐加盟店 捐出一日所得帮助贫同 还结合台湾世界展望会爱的面包铺满认捐活动 在6月21日前 民众只要捐款200元 就可以将存钱筒带回家 早餐店还会赠送大杯红茶 而且我要认购爱心面包 好 先送你200 所以你的面包跟我们有送一杯大杯的红茶 谢谢你的爱心 知名早餐店鼓励顾客认购爱的面包铺满 存零钱发挥大爱心 帮助偏乡的贫困孩童 吸引民众一早就来响应爱心活动 可以认购到一个非常可爱 非常漂亮的爱心面包的存钱筒 然后带回去之后 你可以培养整个全家的一个储蓄的观念 我们一向都知道这样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爱心 所以我们也才会响应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许多店家的周年庆都是直接送赠品或是折扣 而这家早餐店老板选择做工艺 响应6月20号世界难民日 提醒顾客不要遗忘世界难民 那我们把周年庆送饮料的活动 把它小爱化成大爱直接送 直接回馈给消费者 那然后把这个爱心做爱心的善事 直接回馈给展望会 等到那个铺满 投满了之后 那我们又可以把它再捐出去 所以这样子爱心就可以一直重复重复 一直下去 世界展望会鼓励民众一起 每天将小儿零钱存进爱的面包铺满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孩童 小林钱大爱心 新唐人的电视 黄定国林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